大家好,我是恰哥爸,用热爱生活的心,北半孩子成长 今天看到新闻说,城乡路高架桥,安阳路直线桥提前通车了 今天,恰哥爸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城乡路高架体系,安阳路直线桥共分三个出口 其中连接抗岸路部分已于11月份通车 这次通车的是安阳路部分 而经过安阳河园,连接城乡路高架桥部分尚未通车 上述所有高架桥均为单向通行 严松北区经二环桥往群立国机场方向 此次通车的安阳路直线桥,全长1070米 点位于前进路高架桥,康安路转弯处,也就是海富家居附近 终点位于上江街第五大道路口 而且每次上班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与人车混行,旁边又有早事,所以总是开得很慢 相信这段路通车后,又会有一个交通堵点,消失了 好了,下面就带大家实地走一走这段高架桥吧 后面的视频全是由恰哥妈在副驾拍摄 我们由和松街上桥渣,驶入了前进路高架桥 今天二番桥上的交通情况尚可 并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 恰哥爸记得,几年前的时候 这个地方可是每逢早晚高峰,被堵的地方之一 那时从群立送恰哥妈到厢房去上班 总要提前两个小时出门,才能避免迟到 不得不说,哈尔滨近两年的交通拥堵情况 是比前两年有所缓解的 小伙伴们从前方右走的出口,就可以驶入安阳路高架桥了 其实上面一共出现了三个路牌指示 其中直接靠右侧行驶,可以驶入群立大道及立江路方向 左行驶就可以途径安阳路前往上江街及阳明滩大桥方向 左边的城乡路及西大直街方向,还尚未通车 当时向安阳路直线桥,就看见了一个限速30公里每小时的牌子 恰哥爸自认为是开始很稳当的一个人 但是限速30公里,对于高架桥来讲,确实有点太慢了 恰哥爸觉得,至少有90%以上的刺激 都不能严格遵守这个限速吧 我们可以看到,为了避免打扰两边的居民 高架桥的两侧都安上了隔音栏 当初在建设这个高架桥的时候 确实,公共利益有时会与个人利益起冲突 但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同样是相互益存相互促进的 就像没有这便捷的高架桥,每个人就不得不承受那交通拥堵 左侧的导流线以及示威蓝方向 就是还未修建完成的通往城乡路高架桥的部分 按我国既见狂魔的速度来看,那里用不了多久也会通车了 短短一公里的高架桥,一两分钟就走完了 不过恰哥爸感觉下桥树的规划有些不好 红绿灯太靠近下桥口了 而且下桥口处只规划了一条车道 不到时辆左转弯车辆,就把前进车辆的方向给堵死了 恰哥爸也是压了一点导流线,才走到了执行车道上 我觉得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引起有关部门注意 改化成双排车道 好了,谢谢大家,关注恰哥爸 有热爱生活的心,陪伴孩子成长